新北市政府 今天公然引用民調數字 然後在記者的LINE群組裡面轉發 這個已經明顯的違反了選辦法的相關會議 因為他所引述的這個數字 是在評斷這一個書院長 那這個評斷的這一個民調數字 會影響到一般市民在選擇市長的時候 他所在選舉的時候 一個非常重要參考的一句話 我相信會影響到這一個選舉的一個結果 那這個裡面 這個裡面有這一個原來的這個項文的 吳輝的部分 就是新北市政府新聞局他所引述的部分 在調查的部分 當然我們接到經濟之後就立即調查 但是監察小組他會針對所有進行活動期間的 行政裁判案件全部都討論結束之後 才會送交宣會的會議做討論 所以整個完成調查的這個時間 應該是在選舉之後 新北市政府違法 新北市選委會敢不敢查 他就在選舉以來 他要在選舉中 也是有了 那些市民是有一個激烈的 最終的公司 最終的公司